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开运鉴定台 不要怪她 她有这个心就是了 你会是个什么样的旧情人呢 见你像见鬼 还好我都没有人选 这类型其实得理不饶人 所以她在相恋的时候 常会做一些非常疯狂 或者非常可怕的事情 让对方觉得说 还是离你远一点会比较安全 竹葛神散最近表白会成功吗 自己很高兴地去表白了 但是对方是无以对的 不愧成功 怎么会这样啊 好了 秦翰算了 孙公豪也不要再发来了 谢谢来欢迎你们两个很可爱的小女生 简佩恩 夏雨桥 哈囉 大家好 我是 我是简佩恩 夏雨桥 大家对于佩恩跟雨桥 其实长相得很熟悉 但觉得佩恩是谁啊 因为佩恩原来是佩文来的 然后最近改回了本名 所以要跟大家证明一下 对 其实自己也有点不习惯 刚刚讲简佩的时候 就觉得这谁啊 所以就是最近刚改 改回本名 其实吴佩文是跟妈妈姓的 一个算一名 身份证上的名字是简佩的 就觉得要解释很麻烦 所以就觉得干脆改回了 好 你们呢 其实你们两个人呢 这个之间的情感是怎么建立的 同一个经纪公司 同一个经纪公司 而且我们要都是 你也相访吗 没有相访喔 我大汉还挺多岁的 是吗 我倒是出来 宇乔有这么小啊 我也还有十九 他大概十二岁吧 怎么这样啊 十九岁 十九岁 宇乔就十九岁啊 那像你们 目前有男朋友吗 都还没有 都还没有啊 喜欢什么样子的男生 宇乔 我的心里想的跟真正教的都不一样 真的啊 我都要像那种陶哲啊 王力宏有才华 然后又可以 深情会唱歌 对 能够帅气那就更好 能够帅气 那可是通常教导都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比较没有那种 艺术气息的是不是 那这个佩恩呢 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很爱工作 然后事业性比较强的男生 但是教我的对象 也真的通常都没有就是自己想象的那样 就是有一个落差 很奇怪 就觉得好像自己喜欢的都是别人的男朋友那一型 然后追你的人呢 都就是 你都不是你那一型的 都感觉会有一点点是这样 好 我们来请教陶老师 就他们两个的星座命盘来看 他们会喜欢什么样条件的男生 如果 喜欢像同一个男生的话 因为两个人都是处女座的 而且也许呢 这个真的会碰碰碰碰的喜欢的 那其实最后呢 谁会胜出 假定 这个不那么伤姐妹感情 不过呢 他们的确很像 两个人都是处女座 处女座 然后金星也都在处女座 所以这两个小女生呢 她们都是属于那种完美主义倾向的 可以选的话 她当然希望选到 心目当中最完美的那个白马王子 可是她们上身星座又不一样了 上身星座呢 像雨桥她是在这个处女座 那佩恩呢是在摩羯座 可是有一点相同的就是 她们都是土象的上身星座 注意一下 她们刚刚已经把关键讲出来 就是说我们教到的 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 这就是土象上身星座的毛病 那接下来我们说谁会胜出 其实我觉得她们两个还是有差别的 像那个雨桥呢 她其实 虽然说 她觉得她教到的都不是才子 也不是什么高大英俊的帅哥 可是雨桥的男人缘非常的好 那佩恩呢 她的这个爱情其实跟风向有点关系 所以其实呢 她会倾向于先跟男生做朋友 就是说最近呢 我们就先观察看一看 然后呢聊得来的 我们再来考虑要不要进一步 所以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 就是属于那种 会吸引不同类型的人 好 你们什么情况之下 会觉得就是说 这时候要是我有个男朋友在就好了 我时长耶 真的啊 有时候走在路上 我看到前面有情侣在牵手 我都会一直就是盯着她们敲 真的 然后自己手就莫名地摆出来 想说 哇 这时候男朋友多好 不然就晚上睡觉前 会想说 如果这时候男朋友打架来说晚安多好 我时长在想 就随时随地 你都觉得其实有一个伴是蛮好的 对 我觉得生病的时候最 的时候那个感触最多 好 那如果说 现在有一个男生追你们 然后她的那个专长是修水电 那但是你注意 我们说的那个水电弓 不是被抓走那个水电弓 因为她的专长不是只有那一个 是真的在你们家里面修东修西的 就是她是有一些 就是你真的觉得就 有很多事情其实男生才会做 那她都会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 会不会对你对她的这个印象加分 我觉得当然会啊 因为我觉得女生 不管她再怎么样的独立 再有什么能干 她在遇到一些生活上一些细节的时候 她会希望那个男生去照顾她 如果她可以帮她 整个都弄得好好的 然后我就在旁边这样看她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幸福跟满足 我还好耶 因为我不知道 我觉得有时候男生反而酷酷的 就更辛苦 就不要动手的那种 对 有时候会 对啊 那真的就是慢慢其实哪个人喜欢 真的不一样 对 她们是不一样的 好 好 来我们来看看 那如果说我们女生 就是你想要找一个水电弓 来当男朋友的话呢 你应该要从哪个星座下手呢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请教这个唐老师 我们来排一下这个任劳任怨的这个 水电弓男友的星座排行榜 那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星座的男生 可以满足你这方面的需求 第五名这个男生呢 你可以试试看了 太阳金星在射手座的人 因为太阳金星在射手座的人 他会觉得这是男子汉的证明 他是输人不输证 也许他本来不会修 可是因为要帮女朋友嘛 或者是有了这项技能 感觉上还蛮好用的 他如果尝过一次甜头 他就会去充实这方面的知识 可是呢 因为射手座它是属于那种 他很想做这个事 可是做得好不好呢 那就再说 所以万一他把你家东西修坏了 你也不要怪他 他有这个星就是了 我们来看 第四名这个星座是谁呢 第四名就是太阳金星在 巨蟹座的人了 家呢就是他的堡垒 他的小世界 他呢就很喜欢 把家里的所有事情搞定 那么这些男人呢 他也会觉得这样 又省钱又省事 而且不用请外人到家里来入侵 所以这些男人 会努力做到这一点 第三名这个星座是谁呢 你也想不到 因为他看起来像个贵公子 那就是太阳金星在 煙瓶座的男人 我们都觉得天瓶座的男生 不是应该玉树临风吗 其实天瓶座男生 他们蛮喜欢 把自己打扮得像水电风 就是天瓶座的人 他虽然不是很喜欢劳动 但是呢 他觉得这个是最起码的 生活上的要求 他们对生活品味很讲究 生活居家的事情都很小心 他们就是那种 如果有花园 他会去种种花 种种草 那么修修马桶 修修水电也是应该的 但这个只是举手之道 虽然要有一点点费力 可是他是不介意的 他们很愿意来帮你做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第二名 第二名这个星座呢 就是号称工具箱之称的 摩羯座了 金星还有太阳 在摩羯座的男人呢 他们会觉得 他们会觉得说假设 他们会有点像是 假设地球上 所有的水电风都死光了 那他该怎么办 他是以这个做标准 来训练自己 一定要会 所以你的水电坏了 找他就准没错 他家什么都有 他自备 我认识一个男生 就是自备水 就是工具箱 就是任何东西坏的话 可以说打开来 第几个钳子 第几个全部都清清楚楚 对 包括墙壁什么 制地埃 他应该都懂 那我们看第一名 还有谁赢过这个摩羯座呢 第一名这个星座就是 太阳基星在 初女座的人了 初女座的人呢 他们很喜欢念说明书 可能还会把它背下来 真的 然后又很喜欢 我会 然后又很喜欢DIY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 我就是男生 你们可能DIY什么珠子项链 可是呢 初女座的男生 他就会很喜欢 比如说小时候 他可能就是会把一些 什么玩具拆开来 再把它组回去 他不是为了破坏 他是为了搞清楚 他是怎么凑起来的 而去破坏它 所以其实初女座 从小就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他会去搞清楚 哪一样东西的结构 很注意那些细节 所以你家什么东西坏掉 他就算做不来 他也一定可以告诉你 原理在哪里 应该找哪一个人来修 所以他们也是这家 水电工男友 好 你们觉得你们会很喜欢 使唤男友 如果有男朋友在的话 我不会使唤 我是会很依赖 会依赖 非常依赖 所以你会叫他做动作系的 会啊 可是我把那个觉得是依赖 我觉得我很依赖他 就什么都希望他去做 天啊 我也是 我会觉得是依赖他 有时候其实我觉得 当然可以自己去做 但是觉得他帮你做 好像真的感觉特别好 好 我来请教黄老师 就是如果说 就他们两个人的这个 手面相来看 他们真的像他们那样讲的 就是说 虽然就是只是那种撒娇的成分 可是真的 他们到底会不会去 就是说有点那种指使 甚至于虐待他们的男友 先说结论 他们两个都不像是要虐待 但是指使我倒觉得有点嫌疑 但虐待应该就还站不上边 那么因为他们两个人 所以你看眼睛都是大大的 那么人中非常的清楚 像这种的他有点情绪化 所以他喜欢一个男孩子说 应该会偶然做一些 让对方好像受不了的动作 也许会有 只会要求他做什么事 可是要到达他虐待 应该还没有 还不至于 那么如果说是以雨桥来看 雨桥注意看一下 他们两个比可以看清楚 他的颧骨有点往前 比较往前 从我们侧面看很清楚 这种就表示 他自己对事业很专心 事业自己的未来很充劲 所以他还会希望 他的男朋友 也是属于这一型的人 一样要很有事业的成就 所以事业很投入的 他才会喜欢 那至于佩恩的话 他的长相又比较没有 但是他比较有点左右张开 那么这种呢 另外一点来讲 他很希望爱情 但是希望的时候呢 他会付出 会他的喜欢的男朋友去付出 那么还是得到结论 应该都跟我们这个主题无关 那看过来这两个 比较年纪大的女生 如果是这两位的话 坦白地讲 那个唐老师比较会知识 帮我讲一下 红灯宝座 不是知识啦 编出知识 编打 没有 虐待 这是一种 你的沟通方式 都是用比较就是 大声命令的口吻 因为我通常教到的 耳朵都有点 你干嘛非得要到 隆雅学校去找啊 你们有几次 谈恋爱的经验 大概四五次 四五次 雨昌呢 我有两次 那像这个家人或是公司 会不会禁止你们谈恋爱 我是家人比较会 觉得你太小了对不对 对 那你之前谈的那个恋爱的对象 家人知道吗 有见过面吗 没有见过面可能都知道 都还没有见到面 对 因为还蛮短暂的 那他们就觉得你的年纪不适合 也没有是阻止我 可是他们觉得这个人不好 所以他就觉得 可是他没见到面 他怎么知道他不好 就是看过 然后也知道可能他 我不知道 就是他们会觉得 一看他们就说大人的话 你不要问那么多 他们说我们经验丰富 就一看就觉得这男生 好像没有很好 真的啊 而且这句我觉得蛮赞的 大人的话你不要多问 有 对不对 我们应该学起来 因为我们可以有资格 讲这种话 那郝老师更有资格 老人家的话 我们中文讲 我们中文讲这种的 真的 不要假问 其实不必要看到那个男孩子 只要想到他的年纪 交的男孩子 他还都不会是很实在 或者可以长久交往的 所以我们都说不好 所以先反对再说 那你还会跟这个 过去的情人联络吗 会联络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很怕尴尬的气氛 所以我觉得能做朋友就做朋友 如果他们真的不愿意做我也不会勉强 那你们最怕去 就是说碰到什么样子的那种旧情人 譬如说他对你不理不睬啊 或是说他会咕咕叮啊 或是说他会 不怕那种说坏话的 对就是在你已经分手了 然后还在你背后说一些 放黑喊 然后然后散播谣言 对 那很可怕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那你自己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旧情人 是不是就是他们口中很害怕的那种 那是不是你自己也是那种 好我们来进行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回想一下 我们在情人的心中 我们这个旧爱是不是很美 所以我们今天随向测验呢 就进入你的潜意识 测验一下 你是什么样的旧情人 好 像电影《见鬼》 盲眼的你 移植了阴阳眼的眼角模式 你最害怕自己见了什么鬼 一 恐怖的牛头马面 二 会吓到你的小鬼 三 血肉模糊的腐烂鬼 四 想投胎的女力鬼 五 飘来飘去的无头鬼 我好想选 我选三 三 好了 我也选三 三 血肉模糊的腐烂鬼 黄老师 我们要就喊模糊 看不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最可怕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五 我看不出来那个 她头都没有 对 就她是什么样子 飘来飘去的那种 我想五 我觉得是四 力鬼 是因为 那个也很怕 不是因为我是力鬼 所以是力鬼 我不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我没说 观众朋友 刚刚都是谁说的 你们眼睛 太了解你了 不是啦 因为我觉得女力鬼的表情 一定很凄厉 我也是女力鬼 你也是怕女力鬼 对 我觉得很恐怖 我也是怕那个三 腐烂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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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肉模糊 好噁心 而且有的上面还有虫 蛆什么的 而且钻出来 那都是道具 可是 就是 就说是我们见鬼的嘛 想见鬼 那我也可以说 你那是假的 干嘛 好 我们看看呢 观众朋友的选择是什么 我们请高老师解答 好 如果观众朋友的选择 第一个 我们这边都没有人选 你就害怕的呢 就是碰到牛头马面 你觉得很可怕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你在旧情人心目中呢 你是什么样的旧情人 大家来看一下 借你像见鬼 还好我们都没有人选 你会让对方一想起你呢 就像挥起不掉的恐怖噩梦 好 这类型其实得理不饶人 所以他在相恋的时候呢 常会做一些非常疯狂 或者非常可怕的事情 让对方觉得说 孩子离你远一点 会比较安全 好 会吓到你的小鬼 好 这边也没有人选 如果观众朋友选这个话 我们可以知道 你在旧情人心目中呢 你是什么样的旧情人 大家来看一下 永远的最爱喔 你永远是情人们心中 永远忘不了的最爱跟最痛 哇 真可惜喔 我想当这个喔 对啊 好好想喔 好美喔 最爱跟最痛 最深刻的内在对不对 好 这类型其实自制力很强 他在爱情中呢 就会像个小女人默默的付出 所以对方想到他的时候呢 就有一点甜甜 有一点痛痛的感觉 好 如果是血肉模糊的腐烂鬼 像这个雨桥 佩恩还有我一样呢 好 我们知道呢 他们的情人呢 在心目中 他们三个呢 是什么样的旧情人 大家来看 谢谢姑娘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赶快听里面的解释啊 谢谢姑娘 恭喜 好 你们在情人心中呢 会觉得说 你们在相处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误会呢 其实蛮心烦恶 不如各分东西啊 重新过生活会比较快一点 好 就是你 在一起就是一个误会 就是一个错误 然后分开也是因为误会 然后最后就是 根本不要去解开它算 好 好 如果是像你们两位一样 选择想投胎的女利鬼呢 好 如果我选择 跟我跟唐老师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在旧情人心目中呢 是什么样的旧情人 大家来看一下 还算够意气啊 我们会适时地伸出援手 让对方呢 对我们心存感激 对 旧情人还伸出援手 对 还不精神上鼓励他啦 或各方面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 心蛮软的 觉得说和平相处 就好聚好散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互相帮个小麻烦 可是我也会 那我要是不是改个第四 可以 你刚刚有第三 第四 好 好 像这个黄老师一样 选择飘来飘去的无头鬼 好 我们知道黄老师呢 她旧情人心中 她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来看一下 永远是好朋友 做得很棒 做不成朋友呢 还是可以 做不成情人 可是呢 还是可以做一辈子 知心好朋友 其实像黄老师内心 深处是比较没有安全感 所以她觉得感情 虽然是没有的话 可是呢 还是维持一种固定的关系 比如说是好朋友的话 她会觉得比较安定的感觉 好 最近有没有心里的对象 就心里面有偷偷喜欢的对象 有没有 还没 就是一直在寻觅当中 对 我也是 那如果说你们碰到 你们很欣赏的对象 你们要怎么示好 叫朋友去暗示她 叫朋友去讲 就没办法主动 就跨不出那一步 但是可能周遭的 会跟周遭的好朋友讲 然后就叫好朋友 就想办法 就是暗示一下这样子 宇佳呢 我不会暗示 可是如果是我朋友 都没有认识她的话 我会装酷 然后能够让她觉得 一直希望她会来 主动来认识我 那如果我有朋友的话 我都会尽量就是 能够安排她约她的时候 我就顺便去啊 对 可是我都会 还是一直会保持装酷 而且好像就是不在意这样子 对 漫不经心的局限的那种 对 我都是这样 好 我们来进行我们的Jugger神神 如果呢 你们有幸运的对象 你看看呢 你最近跟她表白 会不会成功呢 就是每个人 要选三个中国字 三个国字 由这三个国字呢 我们去画成数字 那得到一个牵丝 然后来判断 这三个数字 我们就有 脸额红 真害少 肯定好 请交往 看哪一组字比较顺眼 脸额红 我也是 那我就肯定好了 我也是肯定好 真的 我是脸额红 还是脸额红 看看秦翰有没有答应我 对 黄老师你好好解答 好 我们看一下 选脸额红的 两位漂亮的小妹妹 跟Amy 脸额红 那么脸是十九化 额是八化 红是九化 我们取各位数 就变成九八九 那么依照诸葛神算 这个是可以在网路上 也可以找得到 那么书也有 你可以找到这样的 关于九八九的一个千诗 是 无语 就说你自己呢 是艳语 自己很高兴地去表白了 但是对方是无语对着你 不会成功 不会成功 怎么会这样啊 好了 请按算了 孙公好友不要再发来了 你怎么这样伤我 叫我 叫我 你叫我 因为我跟你表白不会成功 你现在赶快打电话给我 快点 你表白都不会成功 怎么会你表白啊 好 其实我们看 曾害少 这是十化十化十九化 所以取各位数变成002 那009呢 我们在书上也好 网路也好 可以得到的一个签诗 它签诗是这样子的 这意思就是说 枯木都已经奉来移了嘛 表示有希望 这就是你不要管人家 你就很主动地 很大胆地去示爱 不要管人家 要在旁边讲什么是非 恭喜 你会成功的 嗯 会成功 那么下面是唐老师跟高老师选的 肯定好 肯定好 那么肯定好是 十化八化六化 那就得到 零八六 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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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 他也想回去跟人家示好 当然人家不会啊 人家就不会答应 人家对方呢 这个鬼魂都惊了 所以这个示爱 不会成功 被两个女鬼也吓到了 这还蛮惨的 对啊 我们的好像还好一点 好一点好一点 我愿意释怀一点 好 那最后看一下请交往 十五画 六画 八画 我们取各位数变成五六八 五六八 他得到签试是这样子的 心下事安然 周旋上位全 冯荣还有集 人月勇团圆 这个勇团圆了嘛 一定是会成功了 好 来 我们来请教这个唐老师 那如果我们真的要表白的话 就是十二个星座的女生 在表白的时候 会有哪一些禁忌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样 太阳金星赛 哪里的人如果故意找茬 绝对是反效果 你知道那种小女生小男生 有时候会用仙女裙子啦 用电板打你的头啦 来表示我很喜欢你 什么的 那这个绝对 太阳金星赛母羊 跟太阳金星赛天蝎的人 最好不要用 像Amy就是金星赛母羊 你要骂人的时候 我想他真的以为你在骂他吧 对 比如说你就说 你不觉得这样比较好吗 我关心你啊 会觉得那真的是好关心啊 下次看到你就闪远一点 所以天蝎母羊不要用这个方法 我们来看 当面告白 那个日剧场景里面 我喜欢你 像这样的告白方法 拿两个星座不要用 太阳金星赛 金牛座跟太阳金星赛 摩羊座的人请不要用 第一个 你们的语调没有异扬 对不对 你们的表情是面无表情 第三个 表白完了以后 然后呢 要人家说yes还是no吗 人家会马上掉到一个人场里面 那这个绝对会让你们之间的感觉就是 以后连朋友都有点会要做不成了 所以没有失声失的把握 不要随便的当面告白 不要那么死脑筋嘛 有时候用别的方法都还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 昭告天下 昭告天下 有的人就说 他是我的 你们都不要动 这是一种 另外一个就说 他很喜欢我 他应该是我未来男朋友 他不会喜欢你的等等 人家男主角都还蒙在鼓里 你这个女主角已经在想一大堆了 有谁是不能用的呢 太阳金星赛 狮子座跟太阳金星赛 天主座的人 用这个方法 会有反效果 因为狮子座的人呢 用了这个方法的话 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女皇昭剑 男生会觉得 你这样讲我就被你把了去的话 那我以后还有男性的尊严吗 所以狮子座的女生呢 其实虽然热情如火 有时候还是要稍微装一下小鸟 矜持一点 那天秤座的人呢 则是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都是别人比较爱他 因为他在昭告天下的时候就 他好烦啊 他一直看我 他好像挺想追我 男生也会觉得说 我真的有你讲的那么白痴吗 所以不要给他没有面子下不了台了 我们来看一下 请人传话 刚刚佩恩说你会请人传话嘛 那我们来看能不能用请人传话这一招呢 太阳金星赛 巨蟹座跟太阳金星赛 处女座的人 你们会用这一招 但是这一招通常你们用的不是很好 这个要很有智慧 请人家传话 可是问题是 这两个星座的女生都会患得患失 请人传完话以后 又很担心你会爱上那个传话的人 而且如果男生稍微对你开始有一些反应了 你又会在那边装说 没有 我没有那样跟我的朋友讲 我没有叫他传话 他怎么会这样讲呢 想要提高一点自己的身价 传完话就后悔了 所以其实你传完话以后 比较容易得罪中间传话那个人 我们来看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就是那一种 你不觉得你生活习惯不好吗 像你就应该交一个很能干的女朋友 我帮你排节奏 我就是那种人 你要不要拍这个节奏 好像这种自以为是的 自己就是说自己来应征 但自己又录取了自己的事 对 那这个最好不要用的是谁呢 太阳精心在双子 跟太阳精心在水平的人 你们用起来实在太像在开玩笑了 虽然你说的是实在话 可是男孩子会觉得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确定你喜欢我吗 你看起来比较像我的老师 我的社间 或者是跟我有工作关系的人 感觉反而没有那么甜言蜜语 然后没有那么的罗曼剔克 这个表白绝对 比较像是要跟他做朋友 而不是要做情人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项 如影随形 你会像人很害羞 跟着你后面走来走去 就是不敢讲 那这两个星座最好不要用 一个是太阳精心在 下手 一个是太阳精心在 双鱼 双鱼的那种跟踪法 如果他是很有自信的双鱼 那当然另当别人 如果他是没有自信的那个双鱼 他就是那种可怜稀稀觉得 你不要 没有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的那一种 男生会觉得很想呼他一巴掌 很欠打 对 但如果是射手座呢 那个又比较像是要来抢劫的歹徒了 我觉得射手座就是关不住他的热情 然后又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每天公司站也等他 然后在哪里也看着他 男生会觉得蛮害怕的 因为你到底想干什么 所以还不如 我还我还会建议射手座 直接讲出来算了 因为你表白直接告白的话还蛮可爱的 所以呢 这些星座你的特性不同 所以你们如果用那个方法去处理你们的爱情 用了这些方法可能都会有误用的嫌疑 自己小心一点 好 你们曾经有跟别人有过争执吗 我记得我也是开车要去买那个得来素 就他插队 我们就僵持在那 那是我印象中最大的 你也不让他嘛对不对 因为不能插队啊我觉得 那还有就是跟路霸 我就会跟一些这种有争执 朋友什么都不太会 我比较少争执 因为我非常害怕就是 别人下不了台阶我下不了台阶 而且我好怕 你怕长得很尴尬是不是 对 我好怕那种东西 而且就是讲难听的就是做得很圆滑 就算今天真的要吵起来 我会就这样 哎呦 要说声笑的啦 就是来一个就是开玩笑什么的 好 那如果就碰到像佩恩啊 在路上就是跟这个健身司机啊 因为这个争执恐后就是 不准人家插队 那你会不会帮他 可以啊 怎么这么没有同心 就没有种 完全不帮 那你还会在退后吗 有 我会在心里就觉得 哎 佩恩加油 佩恩加油 对啊 我会帮他 我会在心里面加油 他也是蛮讲义气的啦 有啦 我会还是希望他能够行的 可是在心里面喊加油 但你不会帮忙就对了 我好害怕啊 好 来 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跟别人吵架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人站在你这边来帮你呢 我们来进行我们的看运随堂测验 好 其实真的是患难见真情 其实当你跟别人吵架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人会挺你 我们今天随堂测验呢 进入潜意识就可以知道 吵架时候会不会有人站在你这边 好 如果你参加一年一度的庙会 迎神一眼 你最想扮演哪一种角色呢 一 打鼓敲锣 二 老卑少 三 贝壳仙子 四 舞伦舞狮 五 鸡童 我要舞龙舞狮 舞龙舞狮 我要打鼓敲锣 打鼓敲锣 我是打鼓敲锣 好好玩喔 好 我也是打鼓敲锣 高老师呢 贝壳仙子 就美美的这样 还这样 还打开这样 我觉得好难看 很好玩 谁要拿一个那种大棒壳 在那边打开 一点糗 很糗 因为是打鼓敲锣 因为打鼓敲锣 最不容易跟别人配合 最省事的 可能我们就没有人 会站在我们这边 你看 好 我们来请高老师解答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像那个 唐老师Amy 还有 黄老师 还有宇超 宇超 你有潜力了 好 我们可以知道 当你们像他这个年龄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来看一下 你自己可以搞定 因为恰伯伯的你 没吵必赢 根本不需要别人鸡婆帮忙 这也蛮像我们三个的 但是跟你一点都不像 你可能在心里面吵赢了 对 其实这类型的人 其实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有礼会走遍天下 所以他当到这个情况之下 他会把自己的距离 一旦吵到赢为子 你现在还太年轻 你可能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你就会把你的本性 你的本性就露出来了 对 好 如果关人朋友选了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吵架时候 有没有人站在你这边 大家来看一下 好信有好报 平常你会帮助别人出气 自然就会有人伸援你 这很不错 这类型是收放置如 所以它在平常是蛮热心的 还有苦口婆心的 帮助很多人 所以在吵架时候 自然就会有人来帮你 好 如果是像你一样 选择贝壳仙子 好 如果这有点噁的 那个粉红色的贝壳仙子 如果关人朋友选这个的话 跟我一样 吵架时会不会有人站在我们这边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委屈小媳妇 我们很容易被人家欺负 好朋友会忍不住来挺我们 其实我们这类型 比较爱好和平 那些比较脆弱 那常常会躲在一边哭 朋友实在看不下去 就会很多异交异情 会跳出来帮我们解决 柔弱 柔弱型的 好 如果是像佩妍一样 选择五龙五湿 好 我们知道佩妍 内心深处 别人在吵架的时候 会不会站在她这边 大家来看一下 由理说不清 如果健身司机 跟她越吵越生气的时候 大家帮她发生危险 来劝逐她 就是来劝逐你的 不是来帮你的 对 帮我拉开你 对 她很容易被激怒 她觉得那个 怎么这么不合理的事情 她会非常的生气 有时候情绪会失控 大家会觉得 会发生什么意外 跟她把她拉开比较安全 好 如果有人选择想当个鸡童 我们这边都没有人选 观众选这个 我们可以知道 有没有人会站在你这边 大家来看一下 二人先告状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错 自己都没有错 请大家来评评力 这类型 非常的压霸 非常的爱面子 所以她觉得大家都错 大家都千万不要惹到她 最好 好 这个进入演艺圈的时候 有没有 就是这过程当中 有没有被人欺负过 在演艺圈里面 我没有 其实我们遇到的人都蛮好的 对 还好 好 那如果说碰到被人欺负 如果 你会怎么办 如果是被前辈欺负 那当然就是 我含泪 对 我不会含泪 其实我会有种想哭的冲动 是没错 可是我绝对不可能 会顶回去干嘛的 好 我们来请教黄老师 什么样面向的人 他比较容易被人欺负 可能在一个团体里面 他们就比较倒霉这样子 那就是鼻子比较趴的 就是我们的鼻梁 通常鼻梁是比较挺起来的 但是这边比较陷下去的 就有这种可能 或者说他太相信人家 人家讲了就算了 大概是我无理吧 讲不过人家 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就是 耳阔不明 我们的耳朵里面 外面叫做轮 里面叫做阔 这个阔不清楚 不清楚的话 这个地方会觉得比较平一点 很抱歉 这个高老师 你有一点 而且高老师鼻梁也比较塌 对啊 我都一直都有 高老师那这个地方比较平 我都陪你的欺负 你干嘛陪我 你陪你 是吗 没有关系 刚才讲过 他会被欺负 但是有人会挺你 对不对 我是那个保镖 对对 你保我 他被欺负无所谓 好 这两个 其实有一项就算了 比较容易被人家欺负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第三种 第三种是 眼睛离得太开的 眼睛比较开 我们通常眼睛跟之间距离 应该各占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就刚刚好 那如果超过这个的话 就表示是太开了 这种太开的话意思也是一样 这算是好人 被欺负他还觉得 还是好人 是烂好人 有种感觉 也比较相信人家讲的话 那这是第三种 那下面第四种呢 就是额飞 额飞比较少看到 我们通常额头是往上起来的 但是呢 他的额头是往后 往后的 这叫额飞 我们注意看动物比较多是额飞 人类呢 这个量是挺起来的 一样等于人 大家都做事 他要做特别多 为大家都推给他的关系 那么这样上面这四种 就是比较容易被人家欺负的长相 那我们来比较这个现在 就是在座的这五个女生 刚刚因为他讲就是 高老师比较容易被人家欺负 对 那我们这几个女生 谁比较容易欺负人 欺负人呢 嫌疑都很多啦 欺负人很多 都有嫌疑 唐小姐 唐老师 艾蜜 雨桥比 那个配音会 我会欺负人耶 你还在压抑哦 真的吗 很性格 爆发了 你就一直忍 到25岁店里我们来看看 像有人喜欢 譬如说平常的时候收藏一些东西 有人收藏帽子啦 有人收集这个石头啦 你们有没有收集东西的习惯 我收集爱心形状的东西 就新 所以你收有新型的东西 我收集任何有纪念价值的东西 例如包括车票啊 飞机票 然后我去哪里的入场卷 那你很念旧啊 对 我很念旧 包括我外公在 大概20年前写给我一个纸条 然后证明写祝你生日快乐 爺爺先给你100块买生日礼物 啥生日快乐 留下来 我都留下来 我还记得是民国74年还是74年 真的啊 哇 就收集一堆这样的 但是呢有一些人就是说呢 这个很喜欢收集 譬如说也有人收集水晶啦 有人收集佛像啦 收集东 收集西的 但是是不是你的生肖适合收集 你喜欢的那种东西呢 其实不见得哦 我们来请教这个黄老师 居家风水DIY 12个生肖的人呢 在家里面的这个摆设视频呢 有哪一些禁忌呢 就是我们的12个生肖 它彼此会有对冲 比如说老鼠跟马就对冲 羊跟牛就对冲 猴子跟老虎就对冲 那如果是对冲的话 你千万在家里收集的时候 千万不要收集到 它有关方面的图案啊 或者水晶啊 或者什么各种的东西 举个例子来讲 属马的你最好 不要收集老鼠的东西 属猴的人呢 就不要摆 家里不要摆老虎的东西 可是我还因为你家里很多人嘛 比如说我是属猴 不要摆老虎 结果真的人家摆 你的爸爸或者你的哥哥 买了一只老虎的这种图案 或者模型怎么办呢 我建议你偷偷地 去把它的脚或者手 或者任何地方 把它弄个小瑕疵就OK了 OK 这是第一项 那第二项就比较麻烦一点的 我们家里如果摆 12生肖的东西的话 或者图画的话 它有一些规矩 那么我们从老鼠开始再讲 这要暗藏 不能摆出来外面 你不能摆在一个客厅 每只大老鼠摆在那边 如果你是属老鼠 我自己喜欢老鼠 你老鼠最好躲起来 因为老鼠它要暗藏 暗藏它才会能够吃到的东西 它运气才会好 是 第二个 如果你是摆牛的东西 牛的装饰品的话 第一种叫做一牛破九煞 我们看一下博物馆就知道 博物馆门口不是两只牛吗 那牛的意思就是这样 万一有露冲过来 它牛可以化煞 那我们家里 如果你摆牛的话 你可以放在玄关 当然大门口不一定能摆 你就摆在玄关 表示说任何有坏的来 你都可以把它阻挡掉 第二种 如果是摆牛角的 有些人家里喜欢摆牛角 只有那个水牛的牛角的话 那你最好适于你的身份 你是属于五的就可以 你是文的最好不要摆 五的例如说是军人警察 情志人员 你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的话 就不要 不适于摆牛角 下面是 如果你家里摆老鼠的话 注意老鼠一定要上山 所以老鼠的图画 它不能直接下山 会伤害人口 它要上山回头就可以了 第二种呢 因为虎跟虎是同音嘛 有些人就会画五只老虎 那如果是画五只老虎的话 你去他家里 一万人家里画五只老虎 很可能它的意思是五福祥瑞 如果是摆兔子的话呢 它通常的话兔子的前面 小朋友的兔保保不要管啦 其他的兔子的模型的话 你最好呢 在兔子的前面呢 放一些钱 或者银 或者任何东西 因为呢 兔叫做毛 那么兔子的前面摆的钱 你就保吉保吉 或者摆的放的金 就保金保金 一直保吉 一直保吉 就可以增加你的这种 求财的一个方法 好 下面是龙 那么如果是龙的话 你要注意的是 神龙见首不见为 非龙在天 就是龙的所有的图画 我们应该看不到整只龙的 不能看到整只龙 一定是有很多云 看到头 它的身体某一段看不到 因为它要飞嘛 飞在天上 一定有很多的云雾在那边 而且这样的龙 才是活的龙 不是一条死龙 好 下面是摆蛇 摆蛇的人比较少啦 说实话 如果说有摆蛇的话 记者呢 我们也有禁忌这个规矩 这个是蛇一定要弯曲的 蛇呢 在原住民 很多用蛇当做图腾嘛 那么那只蛇一定是转的 就是环成一圈 或者有弯曲的 决定不能一只蛇就摆在那边 下面是白马的 很多人因为自己属马 他喜欢白马 我也有白马 白马的话 头要朝外 叫出外求财 另外一个呢 你说是野马乱跑也不行 所以通常呢 马的身体上面最好有配马鞍才好 那什么是马鞍 马鞍就是马的身上有一个 你要盖一个东西在他身上 对 表示他很听话的这只马 这匹马 会帮你赚钱回来 好 下面是羊 羊的话就蛮多人了 尤其到羊年 对 还有很多人放三只羊 对 所以叫三羊开态 或者两只小羊 在吃的母奶 那这个叫做贵如报恩 这都是一种吉祥的意义 好 再下面是摆猴的 摆猴的话呢 我们知道猴就是古时候的 做官的猴 封猴 所以你要背背封猴 什么要背背封猴 你如果看人家摆猴的话 一定是两只 一只背着一只 一只背着一只 背背嘛 背着背 然后会封猴 或者呢 只有一只的话呢 它在爬树 树上有一个印 所以叫做封猴挂印 好 下面是摆鸡的 鸡的话呢 第一种呢 鸡口要朝着外面 我们认为你的家里的外面 如果有电线杆 电线杆呢 一个一个很像蜈蚣嘛 那鸡口朝外 我们知道鸡是吃蜈蚣的 它可以破解那个电线杆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 纯粹是暴洗的 因为我们认为鸡它是鸡嘛 第二个呢 鬼最怕鸡 鸡一叫鬼就跑掉 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 就有这种金鸡暴洗 这样的象征性的这种图画 或者模型 或者呢 我们有鸡罐花 各位不知道有鸡罐 花有个鸡罐 旁边再摆一只公鸡 公鸡上面有鸡罐 鸡罐花面又有罐 那就罐上加罐 罐上加罐 好 下面是狗 狗的那直接就是 你要放在门口的附近 如果你家里有狗的模型 狗的装饰品 就要让它看家 不要躲在家里面 要出去看着门外 好 最后呢 你家里如果有猪的装饰品 我们家也有两只猪耶 这个猪要记着 一定要肥猪 不可以摆一只瘦瘦的猪 我们猪通常是会放那个钱筒嘛 那个胖胖的钱筒 另外一个呢 猪笔提名 以前的金榜提名是用红色的 红是猪嘛 这个猪就是这个猪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 画一只猪 猪的前面有提榜 这提榜就是提名 所以呢 这时候叫做 猪笔提名 就是恭喜人家 金榜提名的意思 好 谢谢两位小女生 也就是我们在影音圈的这个事业 越来越好 好 也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你的收看哦 拜拜 这次猪笔提名 咔着这个猪笔提名 我说你会信心里 有没有什么东西 这次猪笔提名 是什么事业的 误独的 就是这个猪笔提名 我说你会生起来的 一句话